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到了我们中医的单元 今天请到的嘉宾 他是在湾区专业并且很有经验 并且非常富有盛名的朱丽周医师 朱丽周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就过年的时期 我们在这里跟观众拜个年好不好 谢谢你 祝各位观众 朱年万事圣役 大吉大利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最重要 其实在大年初一那一天就是立春了 虽然天气还很冷 但是从中国的这种内外兼修五行八卦的中医的角度来看 立春就是春天的到来 那立春又代表在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里面 是要保养自己的哪一个内脏的时候呢 其实我中医来讲 如果五行当中立春春天是我们肝脏最旺盛的时候 所以我们春天就一定要保肝的季节来了 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 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于木 木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就是草木的意思 草木的意思一到春天它就发芽了 就开始要开花了 所以春天我们就要保护我们的肝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集中火力来讲如何保护自己的肝脏 据我所知肝脏是在人体里面最忍辱负重的一个脏器 它能够承担很忍耐性很强 但是我们不能够abuse它 我们要好好的护着它 从几方面来说 那我们养肝的话 我们可以从情绪啊 从我们的睡觉啊 睡眠 运动啊 运动 还有很多方方面面的 我们都可以 饮食 饮食也可以 来保护我们的肝脏 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 我们就要养我们肝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整年的冬天 我们都是在收藏的 但是到了春天 我们的肝气就会上升 就上升的时候 就会把身体里面的很多的疾病带出来 反而会带出来 对 然后我们就要养肝 然后养肝呢 我们从情字上面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的肝在中医里面是主书性和情字的 所以我们的如果肝好 我们的情绪就要一定平和 所以这样才能养肝 相辅相成 对 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脾气要平和 对肝就有好处 对我们常常讲的 怒伤肝就是这么回事 是是是 然后我们如果一个人很容易生气 很容易发怒的话 他的肝都不是很好的 哇真是 所以要但是如果一个人很忧郁的话 他也会对肝也不好 悲伤对 他太过悲伤慢慢就会发展成抑郁症 所以我们也不能太路 也不能太忧郁 那很兴奋是可以的 兴奋高兴是可以的 那是熟悉肝脏的 所以开心 每天大笑几声 对 所以我们在中医里面养肝的话 就是一定要心情平和 这样才能够养肝 特别是我们的有些中老年人 比如他有脑血管的问题 或者是有心脏病的问题 他们更是要克制自己 不要去生气发怒 这样的话 或者是悲哀 对 会让他们的病情很严重 或者比如他们有老中风的问题 或者什么 他们会复发 会复发 对 会复发他的病情 所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非常重要 好 所以我们来讲讲睡眠 睡眠对养肝是非常重要的 我以为睡眠是对高血压有好处 不是 就是说睡眠 我们常常讲肝 我们睡觉的话 我们肝就会跟我们排毒 和长血这两个功能 所以我们睡觉晚上 特别是晚上1点到3点的时候 就是我们肝的排毒和收藏的时间 凌晨1点到3 自食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早睡 然后身体才好 但是不是说你睡觉 一定要睡很多才会痒肝 但睡得多 觉睡得多其实又会伤气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早睡 在晚上11点之前睡觉 早上7点左右起床 这是最理想的 OK OK 所以这个也要调养自己的情绪了 各方面 对 要有好的睡眠的习惯 也是护着我们自己的肝的一个方法 对 还有最重要一点 我们春天来了 但是呢 虽然我们的肝肝气上升 但是我们要少吃酸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酸 我们在中医里面是讲它收敛的 如果春天吃太多酸的话 本来我们肝的话 要把里面的疾病给排出来 生发出来 但是酸一进去以后 它就会收敛 就会将有些病血排不出来 反而把它压抑在里面了 对 所以春天我们的饮食要清淡 少吃酸 然后我们如果要补肝脏的话 我们可以吃一些枸杞籽 枸杞 蚝椒 这些都是不错的补肝的药材了 好食补就是食补的一种方法 刚才您还提到运动 哪一些运动是会护着肝 哪一些运动是对肝不好的呢 如果是肝的话 你距离的运动是不太适合的 要忧着来 对 要忧着来 比如春天到了 很多人都喜欢出去踏青 就说去郊游 这是很好的 又做了运动 又观赏了我们的美景 对 然后呼吸了新鲜的空气 没错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会更健康 所以在我伤肝的 其实就两种 第一就不能发露 然后就是睡觉要 时宜 你看 所以为了自己的肝 为了自己的身体 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曾经脑袋里面影响过了 但是从中医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就不一样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聆听到 并且能够真的身体力行 听到我们朱莉周医师所讲的春天养肝是最好的时候 气候也温和 然后也大地回春 我们请朱莉来介绍一下您在湾区的两家诊所 对我们在湾区在Campbell有一间我们在菲马有一间 我们诊所的电话是408-340-5653 408-340-5653 好的如果大家这个住处或者是office接近Campbell 就也是打这支电话 如果您想要到Fremont去 在Fremont是哪几天 是246在Fremont 35在Campbell 246在Fremont 35在Campbell 那都可以特别按照地点的话 来跟朱莉周做一个预约 她的痛症以及其他方面都是专家 好非常感谢朱莉周医师 谢谢你 谢谢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by bwd6